哈喽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可爱妞妞的小巫 我是万万又见面的朋友们 素颜开始 今天给大家测评一个新的品牌啊 超级红的一个品牌啊 Rare Beauty 那不了解这个品牌的朋友就是 它是非常有名的这一个好莱坞小公主啊 塞琳娜自己创建的品牌 现在呢在斯福兰是可以买到的 那我为什么这么晚po上 第一没有时间上妆 第二就是我的这个粉条 粉底液到的时候碎掉了 然后隔了大概一个礼拜才去换这样子 因为实在是没有时间 今天呢就是不是我第一次用 但是我会给大家做一个实时的测评 就是边给大家分享 边分享我的这一个对它的这个看法 然后我们也证明一下啊 然后对它的看法就是实时的评测一下 那我有买它的这一个粉底 长成这个样子 这是它的包装啊 然后呢 遮瑕膏 定妆粉 我们有买了定妆粉 太太太给你了 我我受不了 然后高光 液体的高光 液体的腮红 然后液体的眼线笔 然后液体口红在这里边啊 就是我买的东西 那它现在的东西呢 并不是非常的多 没有眼影 打底乳 装前乳 我不感兴趣 然后眉笔目前为止没有看到好评的 而且就是我有去店里看到过那个眉笔啊 它那个笔芯非常的水滴型的笔芯 我完全用不了 完全用不了 所以就是只买了这些给大家做测评啊 相信好多朋友对它的底妆都很感兴趣这样子的 我先说一下这一个 它的这一个产品啊 就是到我们家之后 我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它的粉底的包装 它的包装我跟大家说 非常非常的薄 我可以用廉价来形容它的包装 真的很廉价啊 跟它的品牌的这一个形象来说 这一个包装稍微太失望了一些啊 我第一次在网上买的时候 在斯富兰的官网买的时候 我的整个的这一个 大家看到它是拧上来这种的 整个的这个瓶口的这个位置碎掉了 整个断掉了 OK 就说明它非常的脆弱啊 非常非常的脆弱 整体的定价来说呢 稍微比Fanty Beauty便宜一些 整体上来说啊 整体上来说 价位虽然相差差不多 但是稍微要便宜一些 但是包装跟Fanty Beauty比 简直是 真的是有差价 真的是有差价 省在包装上面了 所以这个我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自己就是 因为现在美国这边的话 斯富兰基本上都开了 你可以选择这种curb side 就是在旁边啊 取的那种形式啊 也不要去店里 取的就可以 它也是有的啊 很多斯富兰有 我这个呢 后来是碎掉之后 然后我去换的 没有办法 OK 这个时候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它的包装 真的是 你在网上买的时候 一定一定一定要很小心啊 那接下来 我就给大家做这个上妆 我打底呢 用的是防晒霜 这个防晒霜呢 是Misha这个防晒 也是我最近新买的一个防晒啊 目前正在测评当中 测试当中 目前为止我用的还不错 接下来呢 我就直接上妆 我没有用其他的这个打底乳啊 你可以看到 包装其实蛮可爱 但是真的是很轻 你一定不要摔它 摇匀之后呢 这是它的包装 我半边脸呢 用美容蛋 半边脸用刷子啊 这是它的大的 Doughfoot的这一个刷头 它的这一个粉底的Claim呢 是保湿类的 然后有一点柔光感的 这样的一个啊 粉底底妆的产品 目前为止呢 我觉得粉底也是非常不错的 我买的色号呢 是240号WO 我本来是想买neutral的 但是neutral的颜色太粉了 我用不了 那这个又太黄了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啊 就是如果你的肤色 假如说你的肤色 跟我很相近的朋友 然后你最好买 比我浅一色好的 它在我脸上 有一点点氧化的现象 一点点 但不是非常明显 你可以看到 这个颜色 稍微比我的肤色要深一些 但是一会儿 我会用这下膏的关系 还是OK的 OK 很快 很快就晕染 就晕染开了 跟现在市面上的这种 soft matte 当然是不一样的啊 现在soft matte很火 那这边边呢 我用这一个粉底刷 你一定要要摇得很匀啊 否则感觉里边那个 它里边有油 那种感觉就是 你知道像 mixed together 然后再给它上妆 这样子的 然后我用It Cosmetics的 这一个刷子 然后我去围染它 刷子这边就是 不需要太多了 对于我来说呢 这一款粉底液 遮瑕力达到medium 是足够的 遮瑕膏 遮瑕膏呢 也长成这个样子啊 这是它的粉底 这是它的遮瑕膏 遮瑕膏 遮瑕膏是180W 粉底是240W 中间差了三个W的色号啊 但是 真的是白很多 这个遮瑕膏 我买的色号是180号 这一个 然后 用之前呢 我也要摇一摇 然后 这是它的刷头的形状 做这么大干嘛 说实话啊 浪费资源 这一个其实可以 皮两半 然后做成两个 他说遮瑕膏的这一个 遮瑕力是非常好的 延展性是非常好的 你不要用太多 这是他给的意见啊 然后 我就直接用美容蛋 去遮瑕它了 因为这个粉底呢 粉底的颜色 很深的关系啊 所以我遮瑕膏的面积呢 中间这个位置呢 稍微广一些 否则的话 稍微太 太深了一些 轻度以上的遮瑕 轻度以上的遮瑕 medium的话 你需要再去叠加 这一个产品 整体感觉呢 不是非常干的 一款遮瑕膏 但是在我眼睛下面的 这一个 crease的时间呢 要稍微快一些 就总体来说 它的底妆品呢 持久力在我的脸上 混油性肌肤的脸上啊 我觉得一般 没有什么经验的 但是也不是 非常的糟糕 就是很一般的 这一个底妆品 OK 接下来是什么 在定妆之前啊 我们先用一下 它这一个 液体的这一个产品 一个是它的 液体腮红 这个液体腮红呢 它有两个质感 一个是这一个 Dewy Finish的 就有一点光感的那种的 然后一个是 雾面Finish的 我买的就是 它的雾面的 这一个妆效的 这一个 液体的腮红 我要跟大家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它真的非常上色 我看了很多的 这一个 对这个品牌的Review 就是它的 Pigment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赞 所以很多亚洲皮肤的朋友 在用它们家的产品的时候 你都要很小心 颜色 看起来很漂亮 就是比我的肤色 就非常Rich的肤色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 非常Rich的肤色 它们又能超级显色 所以你自己在选颜色的时候 一定要非常小心 我建议是从这种裸粉色啊 或者是裸色浅色 去选择它 那我买的色号呢 是Blizz这个颜色 大家看一下 每次用都会沾上这种 你一定要很小心啊 会掉到衣服上面去 然后置它的刷头 然后一下 两下 叫Stippling Brush 我比较喜欢这种的 去暈染这个液体的产品啊 因为它中间有很多的空间 就会把它暈染开 又不会带走你的 这一个底妆品 这个颜色超级好看 但是大家看到 它的上色度了吧 看见了吗朋友们 就轻轻的两下足够 暈染开之后呢 就是给你这种 好气色的这样的颜色 我真心很喜欢 这一个液体的腮红 大家说 哇这个 跟Fanty Beauty相比 你更喜欢哪个 我更喜欢这一个 Fanty Beauty在我脸上 没有这一个来的持久啊 OK大家看到 非常赞 那天呢 我忘记就是 我先定妆 然后再用这一个 也没有太 就是太糟糕的妆效 它也会就是 Melt in到你的这一个 定妆粉里边 也不会带走很多的底妆粉 这点其实也蛮好的 说实话 OK 然后呢 接下来是它的这一个 高光 也长成这个样子啊 然后 叫Liquid Aluminizer 然后我买的色号是 Memorize 有一点点 这一个 怎么说呢 Rose Gold的这种感觉啊 就是它的这一个包装 大家看一下 OK 然后 然后也是这种大的 啊 Dole Foot这样的这一个刷头 然后 然后我用Smashbox的这一个 叫Precise Highlighting Brush 也是Stippling这种的 然后我把它 暈染开 非常漂亮啊 我觉得这一个 因为是Rose Gold嘛 然后有一点点粉色 Tone在里边 所以我觉得跟它这一个 腮红放到一起 蛮漂亮的 大家看到 非常的Wet 但是因为是液体的关系 又非常的 怎么说呢 透肤的那种感觉 不会显你的这个Texture 地方的皱下膏 我去定妆 它就已经 开始 OK 大家看到 搞定之后呢 接下来就 我自己就定一下妆 用我铁皮计划的 这一个Petmograph的精装粉 我不会用太多 就是 一点点 就是一点点啊 然后 一点点倒出来 在这里边 我先定一下 我的这一个遮瑕膏 这个遮瑕膏 真的是要Chris了 然后 定一下我的这个遮瑕膏 用Wingos的02号刷子 先定一下 OK 然后鱼粉呢 我用这一个 Eco Brush 我就 轻轻的压一下 因为这一个 我现在已经用了定妆粉嘛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个腮红呢稍微 稍微有一点点的 这一个Fade掉 就是不是Fade掉了 就是被这盖住 这个颜色啊 然后 我给大家试一下 OK 我稍微的 在这个地方 稍微的啊 用在定妆粉的上面 我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可以 可以用在定妆粉的上边的 来 我再用这个刷子 然后去晕染它 你可以看到 并没有给你很尴尬的状况 你说我这个地方 粉带走了 底妆品带走了 没有 质感还是非常漂亮的啊 但是 怎么说呢 还是先 先用这一个产品 再用定妆粉 要更自然一些 但是这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有的时候 你觉得颜色不够 它可以很好的 Melt in到你的这一个 粉里边 不会给你很尴尬的 一点点一点点 或者粉没有了 大家看到我这个地方 粉没有了 它不会 它不会 所以这点是真心真心真心 真心不错的 眼妆呢 我就轻轻的 弄了几个 这一个水洗的 glitter的颜色啊 然后 眼线笔 那眼线笔呢 它长成这个样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液体的眼线笔 而且是雾面的 然后看一下 它的头其实蛮粗的 OK 但是这个真的很好画 真的很好画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它干得很快 它干得非常快 然后它非常的上色 就是意味着你不能有 没有时间给你出错 比较适合这一个熟练的手法去用 如果你刚开始用的朋友 就是刚开始化妆的朋友 beginner 它太上色了 你会发现它真的就是 我第一次用的时候 有点 小失误的时候 OK 非常黑 超级喜欢这一点 非常的黑 然后最后呢 就是口红 口红呢 它是液体口红啊 有一点质感呢 有点像那一个 M Cosmetics 那一个 Lib Clouds 有点像那一个 Nicks的那一个 就是 就是什么 Sweet的那一个 Liquid Lip Cream 有点像那一个 但是呢 它又更滋润一些 那我买的色号呢 叫 Fairless 这种普通的 扁的这样的刷头 然后给它看一下 我今天又不用 这一个呈现笔了 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薄 OK 非常的舒服 这一个呢 我自己是很喜欢 而且就是 我应该会去再收 其他的这一个 颜色的 这一个产品 OK 我整个妆容呢 就全部完成了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时间 现在呢 是9点48分 我在中午的时候 回来给大家更新一下 然后下午的时候 再回来更新一下 其实中午 回来更新的时候 这个粉底呢 底妆品 其实就已经会 只要出现点小问题啊 就是粉 就有点 知道 有点走妆的 这种感觉 并不是非常的持久 在我的脸上是这样子 并不是 每个人都是这种的啊 然后 目前为止啊 大家可以看到 没有太大的 这一个问题 但是下午的时候 回来的时候 就会发现 我嘴的 这一个两边的位置 反而有点走掉了 很奇怪啊 这两个地方 这个粉底 在我的脸上 在我的脸上 这两个地方 就是怎么都会走妆 戴口罩 不戴口罩 都会走妆 这样子的 我要提醒大家一下 我自己就是 在测评之前啊 就是给大家做 这个更新之前 我自己是非常喜欢 他们家这个液体口红的 我一定会收新的颜色 这个腮红 我很感兴趣 它的dewy finish 所以就是 很想再去收 那个coral的颜色啊 然后 高光我也很喜欢啊 目前为止呢 就是唯一一个 有问题的 就是它的底妆品 就是这一个 粉底液 然后这颜膏呢 然后就是 我觉得就是挺一般的 我会继续用下去 但是不会推荐 大家去买 这样子的 然后眼线笔也超级爱 目前为止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具体的 大家看一下 它有个妆效的话 就stay tuned 我中午回来 再给大家更新 小朋友们 我现在呢 回来给大家更新一下 这一个底妆品啊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一个时间 一点多 然后这个妆效呢 在我脸上是 三五多小时的时间啊 然后 今天外面的天气呢 非常的热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的妆效 呃 唇彩呢 唇不是唇彩了 这个液体口红呢 已经 掉干净了 很奇怪的是啊 我用的这个颜色呢 没有lips stain 在我的唇上 呃 我记得好像 有一个coral的颜色 就是那个 装红色那种感觉的啊 一个这个 呃 唇部的产品 好多美妆博主 用完之后 都有一层stain在唇上 大家看到 我这个 裸色 fearless这个颜色 没有这个stain 在我的唇上啊 全部已经掉了 这样子的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说的 这一个问题 出在哪儿 大家可以看到 其他的地方 没有任何的问题 问题在哪儿呢 嘴角这个位置 大家看到我这个地方 我不知道视频当中 能不能pick up出来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个粉呢 就分开了 大家看到了吗 这个地方 像有一道印记 在这个地方 黑了的感觉 Diamin Valdez 就这个地方 看到了吗 不知道视频当中 可不可以 就是pick up出来啊 但是我自己 就是照镜子看 这两个地方 就是很奇怪 就是每次 它就 它都没了 就是粉 就是在中间有一道 像有一道 一道一道的线 那种感觉 这就说明粉 晕开了 就是往外走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就是这个地方 如果也有的朋友 用过这一个粉底的话 会不会给我 跟我一样 就是有这样的情况 这种的 那至于其他的地方 三个多小时 大家可以看到 glowy的感觉 flawless的感觉 都是还在的 然后眼线笔也在这儿 也没有很多晕染 然后 遮瑕膏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也是非常ok的 但是没有什么经验的 我的问题 就是在这个地方 那鼻子这个地方呢 因为戴口罩的关系 今天又很热 我一抹 它就全掉了 这样子的 但是鼻子出油 这个地方 三个多小时 还是ok的 那接下来呢 我会在下午 大概五点多的时候 然后再回来 给大家更新一下 也是将近八个小时的 这个测评了 对吧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整体的这一个装效 ok大家 最后一次回来更新一下 现在是五点五 四十八 已经快到六点 那整个妆容呢 在我脸上 已经是八个多小时的时间 快到九个小时了 这样子的 你可以看到 我现在脸上这个状态啊 然后眼线呢 仍然在 但是眼影呢 已经掉的差不多了啊 今天外面非常非常的热 那我戴口罩这个地方呢 口罩被我扔掉了 我没有拿回来 非常抱歉大家 口罩上呢 这个地方粘了 就是 因为你口罩是这么带着嘛 这一趟 这一面会沾很多粉下来 那其他的地方呢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你可以看到 腮红高光 全部都在我的脸上 然后鼻子这个地方 粉呢 已经全部没有了 除汗啊 已经全部蹭掉了 然后问题 还是我嘴角这个地方 大家看到这个地方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 其实还是有一点粉底的 但是这个地方粉底 它就是 嘴角这个地方 大家看到这道线 这一片 这个地方 莫名其妙的 这一个就消失了 不知道怎么搞的 总之这个粉呢 在我脸上就是这个问题啊 那现在八个多小时的时间 我觉得出完 即使出完汗之后 然后戴口罩之后 我觉得妆效还是非常非常OK的 那对于我来说 绝对不会成为 我最爱的粉底液啊 因为我很怕粉底液就是 你知道这个地方 就没有了这样子的 所以 粉底液呢 我不建议大家去买 如果你的肤脂 跟我非常像的话 我现在出汗倒不行啊 然后 口红呢 就是彻底没有了 我不知道为啥 在我的嘴上没有什么stain 我很喜欢的 腮红跟高光 OK 口红我自己很喜欢 虽然不是十分持久 但是非常非常非常的 怎么说呢 滋润 颜色也很好看啊 然后眼线比 我也很喜欢 然后遮瑕膏呢 也非常的 怎么说呢 很一般这种的 所以对于整个 Rare Beauty来说呢 如果感兴趣的朋友 你还是可以试一下的 希望今天的美妆能够 怎么说呢 给大家提供一点点的信息 一点点帮助啊 如果你对这个品牌 感兴趣的话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 不要忘记多多点赞一下 然后 喜欢美妆的朋友 不妨订阅一下 我的美妆频道咯 我们就下篇美妆日记 再见了大家 Bye 看一下我的灯 在这边 Bye